罩衫啊 我就一直不敢介紹 因為它好像已經快沒了 對 我很怕大家買不到 因為它這個也是刺繡的 刺繡啊 如果售完的話 它就是要一點時間嘛 因為畢竟 繡花刺繡算是重工來著 好 把它穿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家第一款的長版刺繡罩衫喔 除了這麼多款罩衫 這是第一款是這種刺繡百搭罩衫 不然一般我們都是短版或是針織衫嘛 這個啊 不管你是搭花的 還是度假系列 還是合身的素面的T 或是素面的背心 這個什麼都可以搭 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樣兩條繡花 跟手繡繡花 然後後面整個就是全白的 長度呢 沒有到膝蓋 到我的膝蓋以上 剛剛好 所以不管是高的 矮的 通通都可以 喜歡喔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美 而且很實用 這個面料啊 其實就是一般大家知道的 綿質啦 然後非常非常的實穿喔 就像我講的連身褲裝可以搭 休閒可以搭 等一下我會穿別的樣子 也可以搭 這個是真的很美 而且它的袖長 我覺得做的太恰到好處了 這反而要在七分袖的時候才好看 如果這種刺繡做到長袖 就不ok 好 那大家也是 很常逛賣場 所以我說啊 你應該很少看到 長版的刺繡 通常都是短版的居多啦 但是這一款是真的很好看 而且你如果穿一些素面的背心 你家裡有綁繩的話 你甚至可以給它綁成這樣子 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然後就是拍照就是微露微露的感覺 非常美喔 那有白色當然啊 會幫大家準備黑色囉 兩個顏色非常難抉擇 因為當我穿上黑色你也就會覺得說 黑色也很好看怎麼辦呢 好喔 這個好看要先搶喔 因為我剛剛有講刺繡是重工 它就是會製作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好 有沒有 黑色也非常美 黑色反而更襯膚色 所以兩個顏色都很好看 大家自己去選擇喔 喜歡長版 我也喜歡長版 我覺得很多罩衫啊 長版 穿起來的氣勢不太一樣 對 那 我覺得我們的身高 還有在那種更長版的嗎 更長更長版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不太適合 華人啊 其實在更長版我覺得又不太適合 所以其實介於膝蓋上下 我覺得這是最適合我們東方人的長度 然後穿起來有一點氣勢的感覺 好不好 你看我光穿連身褲裝就這麼好看 我等一下會穿就是別的樣式給大家看 那黑色也很好搭 你看我就是兩個顏色 黑白就是基本色調啦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好喔 非常好看喔